今天晚上很开心邀请到556集合民宿的管家郑台生先生来到我们现场介绍我们的专访 哈喽 郑先生 你好 哈喽 主持人 大家好 首先呢 请郑先生分享一下 当初怎么会成立这个556集合民宿呢 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机或契机呢 其实这个我先说我们这个556集合民宿的位置 它其实是在台南县 以前的台南县 民国一百年以前它叫台南县 它是台南县的大内乡的环谷村 那在这么一个地方呢 我们就自己买了一块农地就盖了一间房子 那我先说的是这间房子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自己用半年的时间画的设计图 然后经过一些设计了以后 然后找了工人来盖起来的一个房子 所以这一个房子是由我跟我太太的特色 就是我们自己在乡下的家 我们自己经营的一个想法 那为什么我们要变成民宿呢 因为民宿它是政府特取的一个行业 它在法规里面就是说民宿就是自己家里面空置的房间 提供给想来这附近游玩的旅人或者是观光客 就是旅行的人或者是观光客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一个思考 自己的乡下的家反正放在那边空着也是空着 那你如果空久了 它反而对房子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我们能够借由我们的这一间乡下的房子 吸引更多的客人或者是吸引更多的家人 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让我们的房子每天都有一些人来感受 回到乡下的感觉 也让我们这个村庄进来的人变多了 我讲一个实际的数据 其实我们的乡下的那个那个村啊 以前现在是大概只剩下800多个人 我之前我去的时候是2000多个人 在籍人口就是在那边的人口 那现在好像因为随着老人化 然后再加上年轻人都外出了 所以我们现在常住的人口是600到800 差不多这个数据 新的数据我没看 但是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些村子里面人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外面的访客如果能够多一些进来 那对这个村子的未来的发展 也可能会有一些好事吧 促进一些商业的活动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就来申请一个民宿吧 然后申请完民宿了以后 我们就按照政府的规定写计划 然后填报表 填填就送出去 那因为是我们自己申请的 所以难度不高 就是跟相应的单位 跟政府部门做完申请 然后接受他们的审查就核准 核准就设立了 所以我们设立的时间是在民国100年的4月19号 那后来呢 我们在104年决定扩大经营了以后 在104年的10月 我们又重新变成现在这个规模 这就是我们的开始 那关于这个556集合民宿这个名称呢 它的构思的由来是来自于哪里 这个啊 这个要从我们的民宿的地址开始讲起 我们这个村啊 找地址是很难找的 你们门牌号码是55-6号 所以我在想说我当初要设立这一个品牌的时候 我要想我怎么去把这个品牌设立起来 我怎么去设定我这一个民宿的名字 然后我就想那最基本的嘛 反正乡下嘛 你要让人家知道先从门牌号码认识起嘛 那门牌就变成我的品牌嘛 所以我就用55-6号来做我的第一个品牌 那后来呢 我就想说因为我是一个军人 我们要让大家集合在一起 我就用写音的方式来集合啊 蛮好的啊 叫大家一起来集合 我又不能直接写集合这两个字 我想我用谐音 只要是军人都知道集合代表什么意思 大家爱集合 大家知道集合 但是我集合总是要有一个来由啊 正好不巧我个人会弹古典吉他 所以就有一个吉他的吉拉嘛 就是一个谐音 那我太太姓和 我就把那个和 就把它加个草字头 就是荷花了吧 所以我就想我又有吉他 我们乡下再种个荷花 结案好 就叫55-6集合 来大家来55-6集合民宿 集合吧 这就是我的想法 是 原来是用谐音的方式 用谐音 用谐音 是 如果刚刚有提到说原来是 104年开始说真实的谐音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样 可能不同程度的困难呢 以及你是怎样去度过的 创立民宿 民宿 民宿一定会碰到很多 接待这么多不同旅客的过程当中 你会碰到很多不同程度的问题 那我就讲 我们生就是来解决问题 解决困难的 我们第一个就是语言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有日本的客人来 那怎么办 日本的客人要讲日本话嘛 跟他讲国语 跟他讲英文 他有的时候也是不轮转 那幸好我们家有一个女儿 她是日文系的嘛 她又去日本留学了好几次 然后 所以她对日文还算很好啦 就是日本的客人来 她就用日文去接待 我们也有英语系的客人 有德国人 有美国人 还有上次骑脚踏车来台湾环岛的法国人 他们都是讲英文 那我个人因为以前的教育 还英文足够支撑我的简单词汇 所以我的第一个困难就解决了 就是语文的问题 我们就解决了 所以我们民宿的客人 如果说英语系日语系的 那个东南亚语系的 我没接待过 那个我就没办法了 这样子 但是这个问题总是 这个第一个问题我就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 客人会总是会在一些经历 或不经历当中 会使用坏掉你的 器材或者是东西 我举个例子 我们以前的厨房 放在住宿区里面 让客人随意使用 然后用完了以后呢 那个瓦斯爐也不能点了 坏掉了 因为客人可能是煮火锅 或者是煮什么东西溢出来 瓦斯爐就坏了 然后吃过的碗盘什么的 就给你丢在洗碗槽里面 他也不洗 然后时间到了拍拍地鼓就走人了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经营民宿当中碰到的一些 实际上经营的时候 客人的面向 不同的面向 有的客人跟你说得干净净的 有的客人他就是会留下一些东西 让你去问他说 你为什么把我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第二个就是客人行为 造成我们必须去修改我们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些困难都很好解决 也不是什么困难 反正我的理念就是 我们就是来解决问题 然后解决困难的 这个是我的理念 谢谢 那这边也想请郑哥分享一下 关于五五六集合民宿里面的经营的理念 以及你的核心价值 我们乡下的民宿 跟都市的民宿 是不能够站在同一个甜品上面来评论的 所以我要创造我自己的核心价值 五五六集合民宿是一个乡下的家 我在创建这一个民宿的时候 我就把乡下的家 这一个当成我的slogan 所以我的slogan很简单 五五六集合民宿是你在乡下的另一个家 欢迎回到乡下的家 这个slogan简单明了 也凸显了我的核心价值就是乡下 不嫌弃乡下的人就可以来 那你想想 现在旅游 大部分家庭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的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带小孩小孩 或者是爸爸妈妈小孩小孩 带着可爱的小猫猫小狗狗出来玩 所以我们的品牌价值就越来越凸显在家庭课 我们的民宿就越来越接受这种家族旅游的喜爱 我们最近这段时间都一直不断是家庭课在给我们订房 也一直不断是想要来乡下玩的人在给我们订房 订房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想要到乡下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家 尤其是我们这个家又可以让你烤肉 我们还有卡拉OK让你唱 然后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 现在开车出去每个人都在想停车场去哪里找 又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一个五五六集合民宿开了越久 我们的这个乡下的地位就越稳固啊 我可以这么说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因为我们在大内区是一个很偏乡的一个地方 那在这个偏乡的地方呢 你想要有一个相应的可以休闲可以住宿的地方是不多的 那也幸好我们当初在104年确定开始经营了以后 我们就确定开始走这一条路 那这一条路我们走到现在也觉得蛮好的也没什么问题 我们还决定继续走下去 那其实在服务顾客上 郑先生你是希望带给顾客这些住房的客户是什么的感受呢 因为我的客人都是家族的旅游 这些家族旅游的客人他就只想要回到乡下以后 享受一个安静宁静 然后室外桃源的感觉 所以我们这个乡下他有很丰富的生态 我们的客人来了这边的以后 大部分的人他们是会去跟外面的环境是亲近的 尤其是我们的我们的门一打开看到的就是树 果树 或者是山上的树 那你客人自然而然他就会去想说 哇我来到这里真的是舒服啊 那不用开冷气啊 那个风吹的我都凉乎乎的 所以说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客人有一种回到家 然后很舒适的感觉 没无拘无束 室外逃流嘛 不会再有那种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 到了这个鸡不生 那鸟不拉死的地方啊 是不是 那我们也一直觉得我们这个地方 现在又有鱼 对不对 又可以烤肉 又可以在外面自由自在的玩啊什么的 逢年过节还可以稍稍先捋棒 蛮好的 这个在都市是没有办法感受这种 感受这种乡下的这种氛围的 所以我们现在客人来 大部分也都是来感受我们这个氛围的 我们已经有客人 上个月才刚刚退房 这个月又要订房 他们就是给我一个反馈 就是说他想来很想来 这样这个乡下的感觉是有的 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们把你们的核心价值 你们想要传达的理念 有传达给客户 让客户感受到 回到山下的家的感觉 让客户想要一来再来 对其实这个也是民宿主人 其实这也是民宿主人给客人的一个温度 因为民宿客人来了民宿以后想要感觉的 第一个就是民宿主人给他的温度 一种温暖的感觉 不是说来了以后就是冷冰冰的 现在很多很多那个一般的 很多观光饭店什么 开始用无人柜台 无人柜台就去点点点点点点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上去 给你一张卡片就直接上去 碰不到人没办法聊天 但是台湾的民宿 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了以后 我们发现真的客人是需要聊天的 尤其是家庭的客人 尤其是有小孩的客人 父母亲都希望借着透过这种 出来游玩给小孩子一些声叫 演叫 那我们就扮演这个角色 所以我们很欢迎带着小朋友的家人 来到我们的民宿 让他来玩玩当当秋千 或者是在外面看看 如果有果树就采果子 如果有野菜就把麻野菜 蛮好的 可以体验那种乡村的生活 乡下的生活 对对对 那未来556集成民宿 有什么样的短中长期的规划呢 我们的短期跟中期大概也都 现在是进入中期啦 短期的那个已经过去了 反正就是创业初期 我们的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正式进入中期 正式进入中期就需要靠一些扩大的宣传 然后需要靠一些不断的行销 然后还有客人跟客人之间的口吼相传 对 我们慢慢的在稳定这个课程 我们也慢慢的在感受到客人给我们的回馈 因为我们现在在中期的阶段 也就是我们这个产业最蓬勃发展的这个阶段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阶段走过了以后可以慢慢的去转型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接待一些有养生想法的人来到我们的民宿 因为我们民宿有一千多坪的地 说大不大 我是我们村子里面最小的地主啊 才一千多坪啊 他们都是一甲两甲三甲五甲这样子再算 那我只有三分多的地 我们希望想要来乡下住的人就来当我的邻居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每天可以种种菜啊 养养鸡养养鸭 甚至养养鱼啊 自己自足的生活 然后又可以自己锻炼自己的生活 锻炼自己的身体 然后你又可以有一些张三李四王二马子跟你同年纪的人 大家在一起 至少呼朋唤友 大家还可以唱唱歌高高兴兴的 然后想做什么 大家几个年龄相当的人一起做 因为毕竟我也是差不多六十几岁了 也准备过着这些老人的生活 就做过着养生的生活这样子 这就是我在我们现在这个中期阶段 稳固的客源了以后 我希望未来的做一个转型 可以转型到这一个长城的一个规划 当然这是思考 不见得会实现 当然这是梦想也不见得会达成 可是总是要先想好 我们以后再来思考其他的模式 或者是直接就走这个模式 这是我的个人的感觉是如此的 至少心中有蓝图在 对没错 那最后呢想请郑先生分享 想要给目前现阶段想要投入创业的 创业者有什么建议呢 创业者 创业者是一个洒劲 没有洒劲不能创业 比尔盖茨都从车库开始了 对不对 那我们有这个荣幸 我们开始创业 你就要去思考你如何创业 那思考创业 这个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钱在哪里啊 你没有初期投资成本 你去哪里跟人家创业 对不对 你又不是那个什么 那个无本生意 你只要是有本生意 初期投资成本就一定要 当你有了初期投资成本了以后 你开始实际从事这个行业以后 你要想着第二件事情 谁来买我的东西嘛 所以客户在哪里啊 是不是 我们民宿的客户 我现在给他定调嘛 就是家庭课嘛 或者是就是 就是想来乡下玩的人啊 想来我们那附近玩的人 就会找民宿 你只要关键字上打上台南民宿 或者是郁寝或者走马赖 关键字就跳出来 五五六集合民宿就跳出来啊 是不是 这就是客人从哪里来 你有了钱 又有了客人 你就要创立品牌的价值了嘛 品牌的价值要怎么创立 那就是靠你自己怎么样让客人给你一个肯定的感觉嘛 当客人给你肯定了以后 你就开始有 你就开始享受那个 被肯定的那个价值了嘛 你因为有被肯定的价值 最后换来的就是你的成就感 当然这不是赚钱的问题啊 但是这是成就感的问题啊 你创立了一个品牌 有了一个从撒劲开始 付了一笔钱 找到了客户 创立了这个价值 然后你享受了这个成就感 这就是一个过程 然后再去想永续经营 不都是如此吗 这个创业者一定要思考的就是这几个阶段 当然困难是每个创业的人必须去面对的 当然你会碰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 是 去解决问题嘛 就是创业者最重要的课题 大概是这样 是 其实在访谈的过程当中 都可以感觉到郑先生你的炙热的眼神 还有你的那种热情的感觉 我相信去到你们那边住的民宿 也都可以感受到这些人带给他们的那种温度温暖 谢谢 谢谢主持人这样的美誉 其实可能是谬战 我只是对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我觉得真心待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如果只想要怀疑别人 或者是抗拒别人对你的关怀 那你就会慢慢慢慢疏远于这个人群 那我只是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温度 传递给每一个人 那我也老实不客气的说 大部分的民宿主人都是如此啦 也不是只有我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不过相信因为经营民宿跟经营一般的旅宿也是 或是半点也真的是比较不一样 对他所重的应该就是客人想要感受这间民宿的主人是什么样子 对带给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感受 没错 我相信经营的这个八年多以来 你相信就是看过各个全形色色的客户 那应该也懂得去如何去 去观照或是去审查每个客户他的一个类型 对那这个都是长远累积下来的经验 那未来也会走永续经营的模式嘛 就是像你刚刚提到一个长远的规划是想要 可能达造一个养生村的一个概念 对那我希望呢这个 新宿选宝男徒在未来可以实现 当然谢谢 谢谢主持人 今天也谢谢五六集团女士的管家正台生先生 来到多角城连接生本专房 谢谢你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